主持人在座的各位學術先聽大家好 今天我們這場的論文發展即將開始 首先我們要向大家介紹我們今天的主持人 健行科技大學校長李大維 李教授 來 李大維 李教授 我們很榮幸有請李校長來替我們做主持 然後在此我們簡單說一下論文發表的意思規則 首先我們發表人以15分鐘回線 那我們現場服務的同學在12分鐘的時候 會按0一聲就請整備停止 請整備結束 然後等到在15分鐘的時候 再按第二次0的時候就請停止發言 然後停止發表 那主持人開場跟女人大概就是3分鐘 但事實上有許多人可以自由去調整 這只是日立的計畫 那參與來賓提問 委會來賓提問 然後等於一次是1分30秒 在1分鐘的時候他就會按0一聲請提醒 按1分30秒的時候按0兩聲就請停止 這樣子不想再度的各位就在意識規則 不想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那如果沒有特別的問題 我們現在請主持人為我們做開場的支持 謝謝大家 各位好 謝謝黃老師為我們做醫師規則的一個說明 當然也藉著機會先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這樣的研討會 當然從標題也知道 兩岸技術教育研討會 兩岸的協助專家 一起來共區談談一談技術教育 的確是別具意義 各位了解 大概過去如此 未來也是如此 兩岸就輪流不同的學校來負責主辦 但技術教育 由我們這個組的幾個報告論文的題目可以看出來 兩個關鍵字 一個就是人才培育 第二個就是課程的發展 其實這兩個也是有點相關 那技術教育的確就是為國家來培養各個領域的專業的人才 我想兩岸的這樣的教育目標絕對是一致的 過去台灣在技術教育起步是比較早一點 但是在規模的發展上 大陸是非常非常的快速 在座女學院理院長 他們學校我去過 中國很大 其實加起來 見面的機會還真是蠻多的 我也想這麼一個體會 所以兩岸這樣的一個交流 無論是實際的互訪 來交換 其實教育的心得也好 像今天這樣的研討會 大家坐下來 就各種不同的領域的論文的發表 經驗的分享 我想也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再次歡迎各位來參加我們這場的研討會 特別是遠道成大陸來的朋友 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歡迎 那今天我剛才講到的 主要是人才培育還有課程規劃 所以共有五篇的論文要發表 剛才的意思規則 王老師也會做了說明 我們就講每一場還是十五分鐘 那我們第二場有一個題目是 北京聯合大學的宰老師還有沈老師 他們目前還沒到 不過我們就先跳過他們 他們來的話 我們來請他們來做報告 那好不好 我們就根據這樣的一個議程上的一個順序 那我們就開始來做報告 第一位我們是先歡迎國家教育研究院 我們的助理研究員 彭志玲 他的題目是從創意經濟觀點 來探討我國 然後翻譯人才的培育 那時候我們就歡迎 王老師來 謝謝 主持人 各位先進大家午安 午安 我的報告是從創意經濟的觀點 探討台灣翻譯人才的培育 那接下來我等於就四個部分去做介紹 第一個是 我會探討創意經濟的意涵 然後認出翻譯對於創意經濟的重要性 以及分析台灣翻譯人才培育的現況 還有相關的意思 最後我要講的是 創意經濟對於翻譯人才培育的歧視 首先我們想說 邁向創意經濟的新紀元 其實我們講上知識經濟 但是其實現在20世紀已經創意經濟 為什麼呢 我們在講說 這個知識的一個起點上 然後怎麼樣去透過知識的轉化 知識的 知識文化的積累創造 以及它的這個傳播分享和價值應用 那藉由產業的形式的這個呈現 成為這個創新驅動經濟的這個整個核心 那國家掌握優勢的關鍵在於 所謂的無形的制裁 也就是人民他怎麼去吸收知識 然後臨募運用實踐知識 所以知識和創意人才的需求 就會越來越高了 為什麼談到翻譯呢 翻譯跟知識創新 跟文化交流有什麼關係 我們都知道翻譯 透過翻譯我們可以讓不同的 這個語言文化 還有溝通理解更行順暢 那隨著全球的趨勢 全球化趨勢 這個各國家的交流越來越頻繁 所以翻譯所扮演的角色會越來越重要 那知識創新跟人力資源是經濟發展的關鍵要素 所以翻譯人才作為知識轉化創意的這個主體 有需要去關注 那教育需要前瞻性的改變 去因應這個時代的潮流 所以人才培養的部分 是我們特別去關心的 這也是我們這個情次的關注的主題 接下來我要談到說創意經濟的意涵 單純的吸引或是與眾不同 其實不代表是創意 真正的創意它是不僅是吸引 而且可以行動的 如果我們從這個系統去看的話 我們看到說它有人的模式 這個人的因素包括了知識技術 特質跟經驗動機等等 還有包括過程 那所謂過程就是個人或團體 它發展創意思考歷程 那創意它並不是無中生有的 它是發生在特定的脈絡中 受環境的影響 去激發或者是限制弱化 那所以人和過程環境交互影響當中 會產生一些創意的成果 所以具有良好知識 技術跟特質的人 他在有助於創意發展的環境下 藉由有效率的過程 比較有創意的創除 然後產生創意的變革 所以我們講說成功的創意變革 它是需要在人和過程環境中 發展一個具有正向的互動關係 這就是支持創意行為的這個基本元素 接下來我要談是創意經濟的特色 第一個創意經濟它蕭含的是 跨領域的知識融合跟創新價值 因為創意經濟它是強調創意跟商機的結合 透過跨領域的知識流動跟轉化 去創造高價值的有型財富或無型資產 那促進產業的升級 台灣的產品發展 我們常常都會說 長久以來都是比較是複製的 或者是模仿或是代工的方式進入生產 所以我們雖然有優異的技術 但是創新不足 所以那個創意經濟的概念 它是足以去彌補台灣產業的體制限制 扭轉追求降低成本的民資 以創造高經濟的價值 那第二個是創意經濟它仰賴 跨文化理解以開放多元環境的資源 我們如果以剛剛的創作運作系統的觀點去看的話 那文化是由創意的環境背景和元素所組成的 那透過這個知識的引領 就外在知識觀念的引進 我們可以觸及不同文化的融合參措 然後創意研究由此而生 那產品跟價格不再是優先考量 而是取而代這是它其中蘊含的這種文化的元素 和符號意義所產生的價值 那在全球化脈絡這個潮流當中 不同文化的激盪 其實我們應該有一個文化民主意識 就是說去了解自我跟他者的文化知識 建議提升文化的這個轉型 取捨或是改造或創新的整合能力 那跨文化的理解它的溝通基礎 其實需要一個這種尊重包容環境 那需要圓地去跨越這個障礙 那也需要說彼此的尊重包容 然後才能夠促進這個創意的生成跟發展 第三個創意經濟它是堅奪人文科技跟創新 其實說不只是科技的發展 也要建立所謂人文創新的思維跟邏輯觀念 那這個人文的創新它可以引導科技的研發之外 還能夠激發更多的創新思維 帶動其他的產業蓬勃發展 第四個是創意經濟它是關注人才培育的 也就是說創意來自於人力的素質 所以人才培育必須重視培養創造思考 理解溝通解決問題的能力 也通過採取合作 據說的學用的這個落差 第五個創意經濟它是重視眾生學習的 因為學習和改變是創意經濟成功的關鍵 如何理解整合有效的這個有意義的資訊 並加以零和運用 是這個能力在這個世界上就越來越重要 所以重上我剛所提到的 產業的競爭現在是人才知識和創新的競爭 所以人才跟創造力的連結 也就是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 那如何將我們的效益經濟 轉化成創新驅動的這個經濟 將是成為未來的挑戰 那翻譯人才培育在全球化的角色當中 它是具有整合並跨越地域科技文化 跟文明激盪的功能 所以我們會不會夠去控制它 這樣的功能 我接下來談到翻譯 它跟創意經濟的關係 它是為創意經濟注入火水能量 怎麼說呢 因為透過翻譯 我們能夠突破時空 語言文字的障礙 跨越種族文化的繁林 讓不同的語言文化 都可以相互溝通理解 傳承跟創新 如果我們從Standard那個 理解就是翻譯來看的話 文明其實就是不斷地翻譯 其實翻譯是無所不在的 可是也因為翻譯其實這麼重要 為什麼我們會被護視它 因為它常是隱性的 或是隱潰的 它沒有辦法一眼就忘記 所以就像空氣一樣 對 然後大家都會忘記它的存在 然後就忽略它在全球化的這種溝通理解 還有知識傳播的重要性 所以在這邊是要忽視 就是呼籲它的重要性存在 翻譯是主體也是創新 一般人對於翻譯的誤解 都認為說它只是個翻譯 就是語言文字的手環 而並不是創新 可是一個觀念或是理論 在翻譯語形跟垮解之後 它能夠維持原因 又能夠衍生心意 其實它就能夠 甚至能夠透過文字去實踐的話 其實它會產生一些 很多意想不到的後果 那所以這也就是創新 因為一個東西在不同的領域當中 去被實踐 然後有不同的心意 不同的不同脈絡 現在有不同的發展 那就是創新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文學 那自然科學也是啊 因為自然科學它透過翻譯 引進了一些新的術語和觀念 然後這些新的觀念跟影響 甚至有超越援助的可能 也就是它有一個所謂的影響 影響系數 影響效果的那種概念 所以翻譯其實我們可以說 它是個創造 因此 譯者我們對他們來講 其實譯者 他應該是引而不懈的 他應該是身負在線 以及中介溝通 傳達和評論的角色 所以要發揮它關鍵和積極的效用 接下來我要談台灣 翻譯人才培育的現況跟分析 整體而言翻譯人才的問題 因為是台灣高等教育 人才培育的一環 所以它有一些共同的現象 比如說容量大幅擴充 影響教育資源的分配和學生素質 然後大學問的建立特色 欠缺多元文化的訓練 國際參與師傅廣度不足 或是學生的取得視野 和外語能力有待加強 採學工需失衡 人才高階低用 以及國際經濟力不足等等 這是我們普通高等教育的現象 那翻譯人才除了剛剛的問題之外 因為它是屬性特殊 它還有其他的困境 那我從五個方面去分析 第一個翻譯專業不受重視 因為剛剛我提到 其實社會大眾對翻譯的認知 就是說只要擅長語言 它就可以翻譯了 所以我們是忽略翻譯它的重要性 而且加上學界對於翻譯界 它其實是一種疑慮 所以這個對於學術翻譯影響更大 那長期翻譯 我們輕忽翻譯的 這個專業條件的結果 就導致翻譯的品質不穩定 對於翻譯的專業 其實發展影響非常獨立 第二個就是翻譯專業能力不足 其實根據教育部的統計 現在目前台灣166所大學當中 111所的大學 它其實有翻譯課程 那我會想說翻譯課程 翻譯或外語教學可能這麼多 那還會有什麼問題呢 可是我們仔細去看 其實這些課程內容 大部分都是以文學翻譯 或者是語言教學為主 而並沒有其他相關領域的知識傳授 所以專業知識的部分是缺乏的 而且一般大學跟基專校院的課程 它也並沒有做有效的區隔 或者是一些分野 所以我們看不出來它的特色在哪裡 這個是今年總統府馬英九 他接見那個捷克藝人的時候 那為什麼會中間出現一個捷克 一個外國人 那是因為剛好臨時找不到 這個捷克的語種人才 所以他就找一個來台灣 學中文的捷克 這個女生來做翻譯 可是因為這個中間 因為他知道國際外交 很多牽涉到政治的語言 所以那這個女生 他對於政治的這一塊 他其實不太熟悉 所以這個報導就說 其實就當場就出現很多 跳針和一些窘境 就是有點尷尬 這凸顯什麼問題呢 就是我們多於語種的不足 其實我們剛剛的調查顯示說 其實翻譯學人主要是 台灣的翻譯學人主要是 培中英文或是中日 那其他的語言像是德爾法系的比較少 這個是就語種的部分 那如果說就需求部分來講 台灣對於對外國際交流來講 雖然是英文的需求 英日的需求很大 可是對內來講 其實我們有很多的東南亞的新住民 這一塊的部分 我們的需求 我們有的困境是說 這方面的語種人才的稀少 那尤其像通異人才 我們就像法律跟醫療方面的 專業人才的這個問題非常嚴重 第四個是 學術著作翻譯會受肯定 就是說翻譯不受重視 是因為我們學術整個結構性的問題 因為現在 關於學術的貢獻 除非除了稿費太低之外 那翻譯至於學術的這個採認 也不受也沒有誘因 就是它的被採認的機率不是很大 所以它沒有辦法吸引真正 學術有專機的學者 去投入學術著作翻譯 再來就是翻譯品質認證的缺乏 那沒有這樣子的品質認證機制 所以國內的這個翻譯產業來講 它其實品質是良由不齊 那低價消 就是那個消價競爭的結果 導致這個劣幣驅逐良逼 那長久以來其實對於翻譯的這個市場 這個侵蝕消費者 對於這個翻譯產業的信任度 接下來我要談到 創意經濟對於我們翻譯人才配樂的啟示 第一個 透過翻譯帶動產業的創新價值 與世界接軌 為什麼呢 外譯中意其實可以引進文化的新資 讓世界走入台灣 那中與外譯呢 我們可以引領台灣邁向世界 讓國際認識台灣 這麼好的事情 我們應該去重視它 所以我們要發揮 所謂知識傳遞的功能 我們必須重視翻譯的重要性 讓隱藏的資產凸顯它的難見度 第二個就是以中生學習角度 去建立翻譯認證制度 也就是由產官學 共同建立翻譯認證的架構系統 包括能力檢定 還有資格的認證 與若時教育訓練證照 跟就業的深入連結 還有建制翻譯人才資料庫 讓這個專業能見度能夠提升 讓這個產學維合的機制能夠建立 並且能夠提供 譯者多元的培訓進修制度 透過這個認證資料多的導引 然後協助這個譯者能夠進階成長 提升那個翻譯的提持 接下來是建構有力教學的 這個創意開放的友善環境 這個部分的話希望在學校方面 他能夠多元創新教學 那產業環境上能夠健全產業的發展 建構一個開放 國際化開放友善的環境 然後是推動多元彈性課程創新研究室 這部分包括了跨文化理解 跨語言的學習 幾塊領域的合作 也就是說透過產業之間的合作 跟縮小產業跟持續的這個落差 另外就是跨界聯盟 也就是譬如說像推展人才培訓的 價值產業 還有就是鼓勵學校跟在地的產業 和環境開發這種雙齡課程 以及推動各級學校的這個合作聯盟 落實國內外的實習制度 提升翻譯專業能力 它不僅只是語文能力而已 還有需要跨文化的涵養跟專業的知識能力 所以我們希望是能夠透過結合 語文跟各專業知識領域去進行整合 促進這個跨界知識的創新發展 那在這個原題之下 我們也許可以用技術體系的學校 作為試經史去出媒 相信我相信能夠產生相對的質變 接下來最後是建立有利於創新發展的 提建制度 也就是說我們希望能夠建構在大專院校來講 能夠培育創意人才的環境 包括像財務人士還有課程方面的知足 還有包括多元學制的建制 另外還希望能夠就是 採認翻譯的學術貢獻 讓更多更多的學者 能夠投入這方面的翻譯 提升翻譯的品質 最後是運用科技翻譯創新 解決問題導向研究 這個部分其實就是 因為像科技發達 所以我們希望說透過翻譯的工具 像語料擴建制 或者是透過教學的平台 或者是運用科技去擴散它的創新 讓提升學習者外的翻譯能力 以及就是彌平數位學習的差距 那希望透過這樣子 能夠促進達成知識的流通 加值 知識的創意運用 來造福和服務社會的目標 好 以上是我的報告 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資料康研究員 給我們做的報告 他的報告裡面只有提到 這機制教育是不能夠做一個貢獻 我說一個故事好了 我們下去一點 那也不小心可以自入性行銷一番 我學校和莫斯科大學是解決學校 那玉籠 我們國內的玉籠要到莫斯科設廠 那他說他是納茲捷 這個品牌的車子要在莫斯科設廠 那暑假的時候 我們有老師跟學生到莫斯科大學去 所以台灣在莫斯科的代表處 有一個科技組組長去跟我們 說我們的學生 我們學生是工科的 是機械的 他教會一些基本的俄語的話 他說那之前就用一路用它 非常容易 因為它有機械的背景 所以剛剛黃研究員提到 有專業的基礎 會有一些多元的語言 其實對學生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我舉這樣一個例子而已 俄羅斯如此 剛想到歐洲語系的 我們事實上在台灣來說 大陸不知道是怎樣 大陸可能比較多元一點 但台灣就比較偏重在英文和日文 其他就比較少 所以只要會有這種多元的語言 事實上對學生價格的發展是蠻有利的 或許剛剛彭老師說創意經濟 把創意先拿開 經濟跟翻譯 事實上翻譯對經濟本身是 我剛剛那個例子就很明顯 那談到假如把創意放在文化 多元的語言會接觸多元的文化 其實多元文化是跟創意是蠻有關係的 我也坐在那邊思考 跟創意有關一個是基礎知識要有 第二個有多元的文化 將他想的那個範圍會比較廣 而會侷限在一個小小的地方 這是創意的那個 第三個我也失色電影回應好了 當然 不好意思 我不能是獨佔的麥克風 台灣 大陸我們知道的 台灣的創意 我們常說是屬於水平思考的 我們就會比較做 就是改善 改善功能 但我們比較少垂直思考 就是我們水平的話 常常就是所謂的Innovation 只是創新 可是要垂直思考的話 是Invention 就是無中生有 是突破型的 可是台灣是缺這一塊 因為我們就從模仿開始 模仿是OK 模仿的話只是水平的在做延伸 沒有做垂直的突破 這一點 大陸可能也是一樣 因為回到是中華文化 那我做這個 創意教學做了也蠻有意義的 在我們東方文化裡面 是儒家思想是不需要遵從 你是Obey的 就是長輩告訴我們 老師告訴我們 我們就說是是是 不會去挑戰說 老師你講對嗎 我們從小沒有被講教 但西方文化的話 他們比較會挑戰 即便爸爸媽媽講的話 小孩子會想說 你講是對嗎 在美國的教室裡面 學生也會常常挑戰老師說 老師講了他會先畫問號 可是我們都是畫句號 老師講什麼 對吵起來 脾氣脾氣 你知道我的意思 所以我們很少會有垂直的思考 話太多 只是分享一下 剛才老師講到這幾個 我想的確是 透過翻譯 我們可以接觸多的文化 接觸更多的知識 這個可以對我們的創意 乃至於創意經濟 是會比較有利的一個基礎 待會兒我再請到各位 大家可以做一些回應 那第二場 我們是北京聯合大學 兩位還沒出現 我們是順著來 引請鄭文淑貞 鄭老師 是我們臺師大工教練 我想說我們平常在這個研究所服務過 他的題目是 看救科技產業從業人員 離職創業決策的分析 那是不是就馬上來 謝謝教授 好 這個不好意思 感謝歸校的厚愛 那各位先進入安 我是就如臺師大工教的系 那我現在服務在 濱江國中資訊組長 好 接下來就是看這個主題 應該就知道 就廢話不多說了 我們下看 這是我大綱的部分 請各位稍微開一下就好了 再要的部分就是 實際上我為什麼會做這個題目的研究 在我還沒投身教育界的時候 我都是在企業服務的 對 那我在企業其實有認識一些 就是本來就是具有一個冒險精神的 一個創業家 對 那我是覺得說 我會想研究這個主題是因為說 我認識了這些人脈 就是剛好就是 具有就是我想要做了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實際上我這些八個創業家來講 有一半是我認識的人 那另外一半是從報章雜誌去搜尋 這個主要的售冊的對象 那接下來就是說 一般我們創業來講都是屬於 是自我理想的一個行為 那其實創業家在創業的時候 他必須要先了解到說 每一個產業他目前的環境適不適合創業 因為他有包含說我自己本身的一個技術 還有人脈以及他本來既有一些通路 那我這邊就是以曾經擔任過 科技產業的這些成功的創業家 去做一個研究對象 那當然我就是去從中 去搜尋一些相關的文獻 那我最後是選擇一個專家問責任的方式 去進行調查 那這個部分我會最後 後面我會佔蠻多的部分 就是在講這個評估準則 跟層級權重這個分析結果 那接下來就是我今天可以講到就是說 我到最後這個跑出來的一個結論 就是說其實這八位的創業家 他們共為自信就是認為 他認為人脈跟通路以及潛在的商機 是他們覺得創業成功的 最主要關鍵是醫藥 那還有就是說如果我創業家 他覺得說我創業不成功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到科技產業 實際上這是可以值得思考的地方 因為其實科技產業它是一種著重高資 就是它是屬於高知識 然後也是高技術的一個產業 那如果說我今天為了要去創業 好五年我不成功可能失敗了 那我是否就可以回去 那這一點部分可能就是值得去思考 對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 我這邊的背景跟動機就是說 其實我們先從文獻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陳定文獻就有做過一個調查就是說 其實創業家是具有一個高教育水準的一個背景 那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一般的製造業的創業家 都是高中職或是專科 那我們很明顯的可以數據這邊可以看到 就是說電子資訊業其實都是在大學 碩士或者是博士以上的教育學準 那當然就是說如果像這樣的一個背景的創業家 他們離開這個職場之後選擇自行創業 那其實會離開的原因一定是不同的 可能就是外在因素嘛 就是可能他會覺得說公司壓力太大 或者是說我覺得我的人生規劃 可能中間有出了一些可能就是自我期許 那這些諸如等等的一些問題 我可能後面就會開始一個一個導向跟各位報告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 除了創業一定是個人特質嘛 好 那接下來就是動機、資源、環境 就是我這一次的那個層級分析三個共面 那接下來就是我會講到說其實在創業者 他在過往的時候他創業實際上都是希望說 他能夠在你頭能夠尋到說我在市場上有所成就 那我這個八位受社者當中實際上有占多數 是因為在科技產業並沒有受到尊重 或者是說真正找到適合自己的成就 那所以他們才會選擇說離開這個產業 然後再去選擇自己的專業跟技術性 再去做這個自我創業 好 這個就是我的一個架構 可以看得到就是說我三個共面 就是包含動機、資源跟環境的部分 那動機部分有四個準則 那當然就是我創業一定是興趣跟理想 還有個人成就、發揮專長以及挑戰自我 那我的資源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一定就是我的技術核心、供應商 以及通路、人脈、還有自有資金 還有合資的部分 那在環境的工業來講就是說 我的客戶族群在哪裡、潛在商機在哪裡 市場、文字的需求 還有就是我的政府支持的程度 好 那這個部分就是 變數準則內容的工業分析的定義 那這邊可能其實文字上 大家應該是其實都看得懂 那政府支持這部分 我們稍微再講一下就是說 創業家在開創產業 受到政府單位補助與輔導 實際上像有一些 比如說像台灣的文化創業產業 其實有一些年輕人他覺得說 我對這個產業很有興趣 但是我覺得我並沒有這個資金 於是他就可以去上文化部 去協求一些看有沒有相關的 創業的資金的資源 比如說像一些活動的競賽等等 我可以去做提案 如果提案通過之後 我就有一筆五十萬的資金 我就可以去創業了 好 就是相關的一些政府資訊 是必須要有的 好 接下來就是說 我從三個共鳴的部分來講的話 這邊就是動機環境跟資源 我們去做一個權重的一個評比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排序第一的話 就是創業家的動機是非常的重要的 那再來就是說你現在創業的環境 到底適不適合你這麼去做 然後接下來就是你創業的資源 到底在哪裡 或者是你本身就具有這樣的資源 好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如果說 先從那個動機這個共鳴來看的話 他有四項準則 就是自我挑戰、發揮專長、興趣、理想 還有個人成就 那我們從這種權重比來看去排序 當然創業家他會覺得說 我覺得我現在這個條件還滿適合我出來創業的 所以他會覺得說 我創業就等於是在自我挑戰、自我成長 然後當然就是說 現在他會覺得說 我會創業也是因為發揮我的專長 以及我本身的理想 還有就是我要成就我自己 那當然就是創業有分兩種 就是我剛剛有講 可能內在因素跟外在因素 其實推因的部分就是比較是 就是我覺得是比較是偏外在部分 就可能就是說他覺得說 工作的壓力給的太大、工時太長等等的 工作上沒有收到掌勳的肯定 那拉因的部分就是說 欸 我覺得我幹那麼久了 我應該不只是只有這樣的成就 於是我覺得我想要用創業來代表 我不只只有這樣的一個成就 對 好 那這邊的那個權重排序 可能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下來就是支援準則 這個共鳴來講 我們總共有支援跟通路技術核心 人脈合資跟供應商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得出來說 在支援這個共鳴呢 八個那個創業家他們一直認為說 自有資金是在創業的時候 是覺得是非常重要的 你沒有其實怎麼創業 而且你要想到周轉機 被人家跳票等等 很多很多的問題 還有通路 你不能只做產品 你要賣到哪裡去不知道 這個創業是絕對不能發生的事情 還有核心的技術也是一樣 你開創業家公司 你總不能說我不知道我的技術在哪裡吧 好 那接下來就是你的人脈 以及就是你的合資 或者是你的供應商 好 接下來就是 我們再來看環境這部分 環境就有四項準則 那一致性的就是 創業家認為說市場的需求 就是他們認為是一致性偏高的 那再來就是說 你簡單的商機在哪裡 以及你在台灣的一個 銷售的客戶群又是在哪裡 還有就是說 你在創業的時候 這個環境 政府到底有沒有在支持這個產業 最好是台灣的科技產業 政府是有在支持的 還有我們創業也是一樣 好 接下來就是 我這張圖就是將整個三個構面 還有14項準則 全部都通通放在一起了 那我就是在整體的一個排序來講的話 可能就是大家可以看得到說 實際上在資源部分的人脈 他是佔第一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通路 那第三個就是所謂的一個潛在的商機 就是他們一致性的一個前三名的排名 那我這個八位受賊者當中 當然就是剛剛有講到說 其實有半數都是因為科技產業的一個 他的一個工作環境 造成就是說讓他們覺得說 想要考慮去轉行 或是直接去當老闆 那實際上就是工作時間太長 其實工作壓力 那當然前面這兩項 一定是會造成你的身體過勞 因為你長時間下來 就一定是會發生就是一些身體健康的疾病 對我相信那個鴻海之前常出現 那個跳樓的問題 這個我相信在裡面的人應該很能夠體會 那接下來呢 我另外兩位的受賊者 他們就比較特別了 其中有一位是在IBM當Sales的 他是有一次參與他們IBM的一個 公益服務資源服務的時候 他去一個部落參訪服務 後來他覺得說 奇怪他覺得台灣怎麼有這麼多部落小龍 竟然是只知道生產 但是不懂得行銷 那後來於是乎他參與了這幾次 那個資源服務之後呢 他就不要做了 他幹了7年IBM他就不想做了 他於是就自己成立一個社會企業 就是專門去輔導或去協助一些 部落的小龍怎麼去做行銷 那第二個就更特別了 他是在第三公正單位呢 服務了差不多將近20年 他到他50歲的時候他才想要創業 那創業的東西就很簡單 就是我們現在不是油都出了問題嗎 吃的都出了問題 因為他就是在第三公正單位的背景出來的 所以他覺得說 我應該是不是就要去開一間有機店 我自己去把關我進來的貨 然後我自己怎麼知道是怎麼去驗證 這些這個所謂的產品的來源 於是他覺得說這樣的動機是 他未來就是50歲以後的生活 他想要做更有意義的事情 然後從那個受撤者的一個 八位的基本資料來看 實際上來講 您看大學跟研究所是機率是偏高的 那創業來講在台灣其實男性還是偏多的 那創業年齡來講 其實最多是從26歲到30歲的都有 然後再來就是30到30幾歲 然後最高就是我剛剛講的那50歲 從事那個第三公正單位的那位創業家 好 那我們從產業分布圖來看的話 實際上這八位受撤者 其實都還滿分布均勻的 除了就是批發零售跟藝術娛樂這一塊 就是各佔兩位 好 那實際上呢 這個部分就是到最後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們會認為說人脈是在創業時是最重要的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通路在哪裡 都必須要知道怎麼去鋪陳 還有就是說你自己製造 或提供的服務的潛在商機到哪裡 這也是非常的重要 好 那其實我自己都覺得說 用這種整體分析法其實也還滿不錯的 因為最後我覺得分析到最後我覺得說 其實這些成功創業家 他的創業理念不是絕對偶然興起的 而是就是他們的人生當中 一定是有一個經歷是有機可續的 好 那我這邊有一些做一些建議 就是說在創業東西部分來講的話 其實你的工作年資的長久 我覺得會跟你創業成不成功有關係 就是說如果說我今天工作年資久 我有一些實務上的經驗或人脈 其實這個就會比較能夠成就我 創業成功的主要關鍵的因素 好 那接下來就是創業的支援部分 其實我是個人建議是說 在創業前或是你現在已經是創業的話 你應該是多去了解說政府所提供的一些 比如說創業輔導 或者一些提供的相關的課程 因為像這樣的課程實際上還不錯 就是說政府的單位他還會拍一些 就已經創業成功的其他的一個先進 來現身說法 他會將一些他曾經走錯的路 或者是說他現在怎麼去運用政府的資源 得到什麼樣的幫助 這樣子可能對現在的創業者 跟未來的創業者都有很大的一個注意 那當然就是說他們從事哪些產業 他們也會跟你跟所謂的一個 創業者或未來的創業家去做一些新的分享 好 那接下來創業的環境的部分 就是說當然就是在台灣 如果說能夠越多創業家 能夠把企業經營到10年、20年、30年 甚至更久那當然是剛好為什麼 因為會造就那個就業機會 對 那當然就是政府他也很希望是說 能夠就是push這些未來的一個創業先進 那他也是希望說如果可以的話 就是他會提供一些 他不是每個產業都會給一些相關的租屑的優惠 那可能就是你創業之前你要先了解到說 你創業這個環境是到底政府有沒有支持 或支持的程度有多大 這一點可能要稍微去注意跟了解 好 報告完畢 謝謝 創業今天剛好報道上有提到的那個吳寶春 包括議員黨知道吳寶春 台灣做麵包的 吳寶春說要創業之前先要有賠錢的心理準備 這是今天報紙我印象比較深刻的 所以除了剛剛曾老師提到的要動機資源環境之外 我想中間可能需要一點冒險精神 然後要心理要賠錢的準備 如果剛才曾老師的一些 我們記的一些結果和一些結論 可以做我們一個參考 所以我再請教大家看有什麼一些不愧的意見 我們還是照這個順序 接下來我們請下一場是 美學院理院長為我們來做一個報告 他理院長是深圳職業技術學院的經濟學院理院長 他的題目是高職經濟管理類專業人才 培養改革的創新與思考 尊敬的李校長 尊敬的各位同仁 夏吳好 好 非常高興 今天有這個機會 在這裡向大家報告 高職經濟管理類專業人才 培養改革的創新與思考 我為什麼會寫這樣的一個題目呢 我想我的背景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在200年以前是老師 在200年到2008年之間 我做的是實際工作 財務工作 2008年以後轉港業務做老師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對整個經濟管理類的人才的培養 有一些自己的一點點看法 我在整個 大部分也就是金融和會計 還有外貌 就是屬於分數相當高的 也是升職院全校最高的分數 就是入校的時候 所以這種專業意味著大陸非常地搶手 就我跟台灣的一些同仁聊的時候 說現在的金融還有那麼好的一個勢頭 但是不一樣 在大陸金融專業非常地好 而金融專業呢 它是一個大的經濟管理概念 它需要會計專業 它可能也需要企業管理 也可能需要市場營銷專業 所以對整個經濟管理類人才的培養 隨著大陸經濟的發展 也不斷地在進行調整 下面呢我就進入到這個主題 向大家做一個報告 這個主要內容是三個部分 第一個呢是 高職金管類專業人才培養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第二個呢是 高職金管類專業人才的一個需求特點 企業的這個需求特點 第三個呢是基於企業和學生雙需求 進行人才培養改革的一個創新 下面我們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專業管理人才培養中存在的一些問題 針對大陸目前實際上應該是 極業的院校應該有1400多所 400多所院校裡面幾乎全部都開了經濟管理類 剛剛第一個就彭奧士你所說的那個小魚種問題 我們申職院原來是開的 有德語有法語 很多的小魚種有六七個小魚種都在開設 但是呢 小魚種投入的成本比較大 因為私資的問題 所以很多其他院校是不開設的 本科的院校會有一些 但只有經管類 無論是本科還是職業類 沒有一所院校不開的 也就是說沒有一所院校不開金融 不開會計 不開市場營銷 這是最基本的 還有物流管理 以及後面的一些電子商務專業 在大陸的所有院校裡面幾乎都設計到 存在的幾個問題呢 第一個是專業設置和招生規模計劃過於甘信 這個是大陸的一個特點 設置 我們不能隨便不能定 要報批 這個報批非常的麻煩 招生規模的話 我們也是報上去 經過教育廳 教育部的就會審批 所以這個是過於甘信 學校之間 雖然可能這個學校在當地的影響比較大 但是計劃也不可能給你下達多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專業教育計劃的話 規定超過過於甘信 限制性強 我不太清楚在座的各位是不是知道 大陸的這個教學計劃 其中有大概我們將近有26個學分 是我們不能自主安排的 所以這三年當中有26個學分被限制了 26個學分是什麼呢 可能思想教育 體育 軍訓 就類似於這樣的課程吧 這個課程是基本上是全大陸統一的 普通和專科都有一定的限制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 教育計劃過於剛性 第三個是岗位的定位不準 有很多專業可能一汙瘋 比如說今年物流市場很好 好了第二年的招生計劃 很多學校都報 如果教育部在審查不嚴的時候 這時候可能這個定位就有問題 因為這個需求 今年需求很慢 不一定代表到將來這幾年都是這種情況 第四個是同一專業納了一種專業課程體系构建 過度強調本專業的特殊性 因為這個呢在學生就業的時候就有可能會面比較窄 比如說你學會計的可能只能去做會計 你不能夠做其他的有些管理類 第六第五個是課程過多 學分甚至達到130分 我們分析了一些職業的院校有很多是130個學分以上 三年的時間這個呢 其實對學生來講負擔還是比較重的 第六學習者呢對專業對自己想學習的課程幾乎沒有多少選擇權 我們的專業是不能隨便調整的 你進來了 比如說你進來了市場營銷 你想調為好的金融是不可能的 你除非可以調一個差的 比如說你去學 因為我們很多女生不願意學理工課課程太難了 像機電的課程 什麼汽車的 像這一些呢他們可能都是不願意的 所以這個是沒有多少的選擇權的 好這是存在的一些問題 下面呢我們看一下第二個 第二個呢是對這個企業對這些金管類的一個人才需求 一個什麼樣的特點我們解釋 第一個呢是基層一線經濟管理人工作的特點 經濟管理類呢多為一些抽象的一些任務 腦力任務 大多呢是一些腦力任務 你去判斷你要覺得根據這個情景 你能不能夠做怎麼做是最好的 我是學會計的 我這裡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你說這筆帳硬不應該報 有一個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問題 在合法的情況下怎麼叫合理 怎麼做 領導也滿意 老師也滿意 同學們所有來辦事的都滿意 這個就是一個腦力任務 你得去判斷要有一定的情商在裡邊還有一定的職業的能力在裡邊 這個呢就是需要有一些情景性判斷的能力 你要有一個實踐性的思維 而不是通常說的這個死腦筋這個人很很死 什麼也不行 好像就覺得太太過死板了 所以這個呢要有一個一個實踐性的思維 還有一個呢需要團隊的合作與工作與溝通能力 因為經濟管理呢有不少的工作是大家團隊進行的 一個人很難完成 在這個過程中如何溝通 如何對外的溝通 這是一線的經濟管理的一個特點 這個特點呢對高職人才的特點呢是 要求呢就框口徑 複合型 通才型 而不僅僅是你某一個專業只學這個專業的 所以它一定是要有複合的 你可能要其他的能力也要突出是一個通才型 強調的是綜合素質 這個呢就跟我們今天劉校長提到的 整個的就三億元的方針也是連在一起的 需要有一個整個綜合素質的一個提高 好下面我們重點來了解一下第三個方面的 這是基於企業和學生雙需求進行人差培養改革的一個創新 我們通常的一些職業教育的話 都是基於我們認為學生該學什麼 而實際上呢應該是企業需要什麼 我們的學生又需要什麼 所以我們做了一方 一些我們學校呢整個請來外面做了一些調查 就企業需要什麼的同時 還有我們的學生畢業生 對我們的一些課程的設置 我們的整個導向是否有些問題 在這個基礎上呢我們提出 改革與創新的目的是要把學習的主動權選擇權還給學習者 符合社會的需要和滿足學習者的需求 這裡呢就有幾個建議啊 第一個呢是準確定位職業崗位群 繼續層次實施專業群教升 這個呢就解決了一個學生的一個 至少有一個平台可以 比如說我我的市場營銷不想學了 我想去學企業管理 那這時候你可以先選擇企業管理 第一年的時候大家可以學基礎課程一樣的 到了第二年的時候可以根據你的成績 以及你報名的情況可以有一定的選擇 所以這個呢可以解決小範圍的問題 但也不能解決大範圍的問題 比如說你跨內的 你跨到機電內去 跨到化身內去都不太可能 第二個呢是構建一個開放的動態的 靈活的課程框架體系 這個呢也是要有一個適合社會的需求 要考慮到一個工作崗位的一個流程 還有一個對職業能力的要求來設計課程 這個跟本科院校有非常大的區別 跟我們原來職業院校的 原始最早的一些課程設置呢 也有很大的不同 第三個呢 探索呢符合職業教育的規律的 英才私教的課程開發 這個課程開發呢 其實這些年我們一直都在不斷的改進 在我這裡呢 因為我對會計可能更熟一點 我就舉一個會計的例子 會計最早我們的課程當中就告訴你 會計的方法是什麼 怎麼去做這樣怎麼之類的 基本上是圓的這樣的一個體系 現在呢我們要求呢盡量是改為你的會計課程當中 課程開發的手勢 會計工作第一步做什麼 第二步做什麼 第三步做什麼 全部融入了一個職業情景 按照這個職業情景 解釋著你的工作流程來開發這個課程 打破了原來的課程體系 這跟原來的課程體系呢完全不同 第四個呢是形成項目驅動的 專業課程的一個宏觀設計 這個宏觀設計的時候呢 我們要求的是從簡單到複雜 從不斷地實踐不斷地學習 再實踐再學習 這個過程不斷地循環 這個呢也是一個在設計的時候 我們也考慮到了 比如說會計專業 在剛結出的時候會告訴你 最簡單的這樣怎麼建起來 然後出現了業務的時候怎麼處理一下 這是最簡單的 再到課程設計之後 再從簡單到難的時候 到最後階段的時候 你要把怎麼去交稅紮進去 你去銀行怎麼借款 怎麼辦你 這些所有的環節 全部融入到最後一次的 綜合實訊裡面 這個就是一個不斷地學習 不斷地實踐的一個過程 好這個課程的寬架架體系呢 這裡再延伸的講一下 我們要求呢是最好是能夠做到下面的這幾步 第一個呢是通識平台課的課程 課程組 通識平台課 這個平台課的話對經管類都使用 比如說可能有一些經濟經濟法 或者是說有貨幣銀行學等等 這一類的通識課程 無論你將來學怎麼專業 你都應該必須掌握這一些 比如說經濟管理 數學應用的寫作等等 這個是通識平台課程組 到第二年的時候 專業群平台課程組 這個呢就涉及到了不同的專業 它同樣有些基礎課 比如說會計有會計基礎 第三個環節呢是專業課程組的五到八門課 第四個環節呢就是專門化的拓掌 拓掌課程 這個呢是可以深度 比如說你會計專業的話 到了第四個階段 你可以考註冊會計師的時候 如果你想朝這個方向深度學習的話 我們用專門化的課程來延伸 如果你不願意的話 你可以去選擇比如說市場營銷的選修課程 或者是物流的 第四和第五這兩個階段 你可以選擇繼續深造 或者是平的另一個專業的 教學的模式和方法呢 我們就看一下 因為在那個課程的基礎上 會教學的模式方法也會改變 第一個呢是堅持以心自技能的訓練 情景式班道 我剛剛說到了情景式 第二個呢是一個 實施整體的一個情景化的五階段的 課程教學體系 第一個呢是感性認知 第二個理性 學作導入的 第三個呢是深入實踐的 模擬實踐 第四個階段呢是中和其身了 第五個呢就是 準就業頂感實習的 就是整個課程教學體系當中的五個階段 行動導向的啊 這個呢第三個呢是按照呢六個步驟的 你看設計 訓練 我們就快速度看一下 指導 評估 評估 再指導 最後就完成 這是我們學生在學習的過程當中 老師來設計第二步學生訓練 第三步老師再指導 第四步老師對這個整個情況進行評估 第三個應該是寫錯了 是交流啊 交流 學生的交流情況 評估 評估完了以後 老師再指導 最後學生再玩上再完成 這是一個作品就完成了 第四個呢是引入紗棠 就看一下了啊 第五個呢是開放博弈是綜合性的經營管理業務 模擬實訊 第六個呢行程性考核 行程性考核呢是 也是我們生殖院一直在摸索的一個考核 評價方式 就定性和定量的考核 同學們 有定性的話是整個教學過程中 對學生學習的主動性 以及他的各種能力的培養 給的一個評價 還有一個定量的就是一個考試 通常講的必卷考試 好請各位多多指教 謝謝大家 非常謝謝李院長給我們的一個分享 可以看出來 深圳職業技術學院這邊很多作法 其實也值得我們來做一些參考 不過一些基本的概念 剛才李院長提到的那個專業群 其實在台灣也 我們也談到那個群組的 也就是我們常說一個概念 就是分化的那個點子往後延的 就不要一年級就開始分化 所以開始用群的改變 台灣也曾經要這個概念 所以大學甚至於有的需要 大一不分系 大二才分系 大概這個概念是一樣 就像您講的 把基礎先打好了以後 再慢慢專精起來 所以李院長這邊提到的 在他們學校這一個 課程的規劃 甚至於最後教學模式 怎麼樣來進行 我想 值得我們來做個參考 只是 我只是說明一下 剛剛李院長提到通識平台課程 聽起來您是比較基礎的專業的課 在我們這邊來講 台灣用通識課程指的是 一般的人文素養 對 我這也是專業的課程 對 大陸上 我們的通識教育 大陸用的叫素養教育 我有沒有講錯 是沒錯 素質還是素養 素質還是素養 或者很多時候要介紹基礎課 對 在我們這邊的話是講人文素養 通常講的基礎課 可能就是我剛剛講的 什麼軍訓啊 思想教育 不能改變的 那是六個學分 那個學分是不能改變的 不能改變的 這點我剛剛聽了以後 他的教育計畫 就是那一欄書 全部都畫好的 我們這一邊大概是 體育 體育跟國文英文 是一樣的 那個思想教育跟軍訓 好像也是一樣的 但思想教育 台灣已經沒有了 在大學是不一樣的 思想教育的學分 這樣還很少 大學也沒有了 大學這間的課程就比較寬了 連高中我們思想課程也幾乎沒有 都沒有 軍訓 軍訓有 軍訓有 軍訓體育這個在大學也都有 這可能是兩岸有不太一樣的地方 不過總有它的一個時代的背景 對 台灣曾經有思想的課程 但是現在都沒有了 現在有的號碗艾瑪的 沒有 沒有 要討論這次自然有 只曾經有過 不過需要一點時間 這需要一點時間 這需要一點時間 另外一個我倒是好奇 不過 您剛剛提到的 國藝式的視訊 國藝式的視訊 能不能實際 國藝式的視訊 實際上就是有點比賽性子 比賽性子 比賽性子 我們是可以學生有些課程是參賽代替他的學分 了解 就是到校外參加技能競賽 你比如說快技的技能競賽 人家有競賽其實還是蠻難的 如果你要去參加代表我們的校隊去比賽的話 是可以體學分 所以我是要請教 這是為什麼大家要坐下來做個研討會 不然你看 你可以發現到兩岸用的專有名詞會不太一樣 是不是 課程的設計的想法也是有點不一樣 不過您剛剛提到的 教學模式其實還是蠻像的 五個階段 五套 從非常基礎的 到最後很實作 只是說您提到教學六個步驟 我只是值得 一般來講最後還有一個叫做回饋 學生最後即便是完善 學生學習後再回饋回來修正老師的教學 你是不是要一條直線 他那兩個指導都跟有評估 我第一個指導其實打錯了 應該是交流 交流 我知道 交流 學生討論 把他學生的情況 向全班一起來交流 向老師會報 然後老師根據這個可能覺得有問題 又開始指導 指導以後他在那個 他再改善 改善以後老師就平估 平估以後他整個就完成了 好 這我們都可以做得慘 好 那也謝謝李院長 後面我想各位應該還有其他的意見 或者是要請教的問題 我們先進到最後一個 好了 那個就是有李光耀同學 好 這是我們研究生 許先生 許先生老師指導的題目是 任何性質能發展高職學到課程的學校 那時候我們就請李光耀同學來幫我們掌握 謝謝 主持人還有各位 宇慧來賓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李光耀 我們現在目前服務於大安高工機械科 剛好就是回應一下剛才那個 第一個發表人就是翻譯真的很重要 就是翻譯他可以傳遞文化 那也回應校長所說的那個就是 俄羅斯的那個就是說 他只要英文好 他機械他就可以用得很好 因為我之前我在北科剛好有一個就是 瑞健 那他們就是跟那個醫療合作 然後就是可以從高職 然後執生科技大學 那他們在那個職場裡面 他們就開始講那個 他們非常重視 那我覺得這樣子非常好 那如果有這個國際關的話 他可以到市場就可以開破 那這個是以上 這個是沒有 這個是大概介紹一下 那我目前在大安高工服務 那這是我的大綱 那我就分五個部分 第一個是前沿 然後第一個是發展成功的職業 第三個是為工作而學的倡議 然後第四個是用核心智能建議 接軌職場的取向 最後是結論與建議 那為什麼會寫這個題目呢 一方面就是目前失業很嚴重 那這個失業也不是只有台灣有而已 是世界各國都會多餘 那成因很多餘 那尤其是在高等教育 結束這一塊的失業人口特別多 那我們青年的話 要特別注意說他到底是準備不足 還是說他對職場不了解 這是第一個 那產業發展的話 因為我們看目前的服務業比較多 那服務業其實是服務與工商 都互相服務的 那他的 我們要更 因為我們服務業通常都會想到說是餐養 沒有其實服務 他面向很廣 那要怎麼去聚焦呢 那第三個就是 第二個 中小企業的特色 就是台灣的特色 我們規模小的企業蠻多的 那有時候 而且他的生存 生存的周期可能沒有很長 他可能會遇到一些轉業的問題 那第三個就是背景的話 就是學望落差 我們常常會提到說 他如果就業不足的話 那是不是我們所在學校 學的東西是不是有落差 那我們也更擔心說 我們學校變成一個職業訓練所 所以基於這三個背景 我來就是寫這個取向 那為工作而學 其實他是OECD所倡議的 OECD他從1960年代開始 他其實第一個提的是萊芙龍任寧 那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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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鼓勵修學分 或者是正式的學習 或者是非正式的學習 或者是透過一些生活來學習 那其實這個面向太廣了 不好聚焦 所以2009年他提了一個為工作而學 那其實他這個也是有背景 因為剛好是2008年的金融海嘯完之後 可能經濟要復甦 但是是缺人才的 就是反映說我們的VET 可能那個系統不夠 所以他提了幾個建議 就是說第一個 我們的VET的職業教育訓練 要因應職場的需求的變化 那第二個他所提供的內容 要有效 而且可以對準職場的需求 再來就是說靈活性 他可以針對不同的需求者 那我們要知道我們的職雅 不是只有進去而已 那他可能會面臨說 他可能過了幾十年之後 技術會更新 他可能會有新的需求 那可轉移性的話 他強調就是說這個學分 因為我修過之後 不會說因為我在修 另外一門的時候又重複 那第五個的話 就是進出學校的容易 那這個有時候 我們開了一個很好的課程之後 可是他可能會有一個基礎的 比如說學歷的問題 或者是說他可能試制的問題 那這個可能就是有個門檻把它降低 然後可以多元的可以進入的管道 再來就是低成本 那這個就是避免學分要重複 所以這個是能力佛教和他所倡議的 所以剛好就是因為剛好台灣 目前在十二年國教課程在發展 所以用這個OECD的倡議來探討一下 怎樣結合關鍵利益者的這個策略 然後後製我們青年結軌職場 那第二個部分是發展成功的職養 那我們要先探討一下 就是我們的優質人才 那優質人才的內容 他其實會隨著社會結構的改變 那台灣目前的話就是少子化跟高齡化 所以中間這個勞動人口 他其實我們的人才這個壓力還是很大的 那第二個是產業的變遷 以前可能就是他只要做一個就是搬運工 他可能可以做到經理 可是現在的職場變化很大 他可能你現在如果只有搬運不行 可能要做物流 要做控管 或者是自己去開拓市場 因為競爭會很激烈的市場都很大 那第三個就是全球化的競爭 全球化的市場會影響到我們的職場 那這個就是變成說我們要培養一個人才 他必須要具備國際儀觀 所以就是要透過一些翻譯 把文化把它傳遞進來 那第四個是學用落差 那學用落差就是我們所最擔心的 就是說我們現在在這個地方 科技大學 那最怕是說學術化 那這個會可能就是說 他我們職場 事實上他所需要就是說 他可以馬上工作了 那這個是不是有一個落差 我們要探討一下人才這個定義 那第二個部分呢 是討論就是說 學校到工作的行程 那這個學校到職場的話 這個是從美國 他們有一個 school to work的倡議法案 他其實所強調的就是五奉皆歸 那第二個就是他所強調的就是 基於工作的學習 那這是一個機制 而且通過一個法案來推行 那第二個他做了一個就是scan 這個scan的話就是職場職能的敘述 一個如果你要成功在聖任那個工作的話 需要哪些職能 那這是一個敘述 那我們研究的認為說 我們的職業教育與訓練的課程的發展 優先工程要結合這兩個 一個就是說你接軌的話 第一個要有這個機制 要有一個法案號來輔助 那第二個要有一個職能的調查 一個敘述 讓人家明確知道說 我需要學哪些東西 那在我們的論文的裡面 有探討一些就是一些用字 那skill的話就是比較動作技能 就是說他達到精熟 他可以做得很熟練 那compens就是比較 一個強調的是個人工作能力 那我們所聚焦的是在co-compens 這個就是我們學校所要做的部分 所以我們這是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的職業教育訓練 其實要聚焦在co-compens 那從這個部分來看的話呢 我們Spanson他有特別強調說 如果我們要發展這個職能 要特別強調一個 就是有一個表面 一個一個內在的 那其實內在 他是最核心的部分 那這個是比較難發展的 那這個是我們報告裡面所呈現 我們要調查一下各國 先進國家他所做的一些職能的 他所敘述 剛才有提到就是說 他有一個職能的敘述 那這邊是沒有美國、英國、德國的 還有一個澳洲、還有日本 那其實他寫的內容都蠻多的 那這個是他的用字 就是先進國家 他所用的一些英文字 然後把他翻成中 可能會有些落差 那不同種國家 他所學校到職場的結果的敘述 他英文有很多種 可是他都強調綜合技能、重要性 那他目的就是為了要說 要讓靈活、要讓那個學生 或者是青年、就業他可以主動性 那這個也是當前服務業 他注重高層次、個人特質 還有服務的軟性格 那本研究呢 我們把職業能力分成兩種 第一種是核心能力 是教育跟訓練機構 他基於職場不足的觀點的價值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 專業職能是基於核心職能 那這個必須要職場的體驗跟深化 那核心職能是我們學校所要做的部分 那為工作而學呢 是OECD所倡議的 他主要用四個策略來做 第一個就是關鍵第一者的合作 那關鍵第一者就是政府、雇主還有學校 那第二個部分 資訊的話就是必須要調查 調查之後把他公告 那這個跟之前不一樣 就是說我不是只有公告 只有數量而已 可能要有執行的去訴 然後透過有效能的教師跟訓練員 然後他可以 因為教師他是必須要教學生 他也要了解職場需要什麼 然後才有辦法教導學生 然後最後是透過職業來指導 然後讓那個就業者或者是說學長 可以順利他的指導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倡議呢 其實就是因為現在尼特組越來越多 那這個就是畢業之後呢 他不接受教育 也不接受訓練的人越來越多 那國外的報告他有研究 就是說這些青年人 他可能會因為找不到工作 或者是他準備不足 會有一些經濟的問題 就是有可能會衍生成社會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他也會產生一些 心裡面的自信性能不足 然後再過來的話就是看到說 他如果技能一陣子 他如果都沒有用的話 有可能就是會比較要退步一點 那各個國家他VET 都是就是我們的技術教育 都是比較後面的選項 大部分是想要升學 或者是做學術研究 可是呢現在已經不一樣了 就各國OECD 其他後援國他在調查的時候 那個VET的那個成長 就不管是他的機構 或者是就讀的人都越來越多 因為他跟社會經濟發展是有關係的 也是各個國家在所注重的 所以他我們整理的 他這個相關的報告呢 從整理的四個部分 第一個平衡的話就是關鍵三方 就是我剛才所說的就是 雇主還有政府還有一個學校 那這三個部分要有資源共享 不是只有單方面 如果有學校要接軌職場 只有學校單方面去針對職場的需求 沒有去問雇主說 雇主是不是需要這樣子的個人特質 或者是說需要怎麼課程 是三個要一起來合作的 那接軌的部分呢 現在目前接軌 最重要其實是教師 因為教師他同時肩負兩個責任 因為他必須要進修 因為職場的技術會改變 他也必須要教導學生 他也要透過他去職場 他要了解說那邊需要什麼 他才有辦法內化 才有辦法交給學生 那其實他要傳遞的就是工作經驗 那最後呢 我們知道結果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建立一個職能的話 要先建立指標 再來就是標準 然後最後就是直立架構 那台灣的話 做直立架構會比較辛苦 因為我們高等教育的人蠻多的 因為我們常常都是 直立架構有分很多的Label 那如果把他算過的話 我們台灣高等教育比較多 所以Label都已經趴蠻高的 再來就是資訊的部分 那這個剛才所說的就是要提供一個值 跟量的資訊 不是只有提供值缺 我今天缺幾個人 事實上要跟他描述清楚說 我們需要什麼樣的人才 他可能要具備 他忍耐 比如說他如果需要一個就是說 他要包那個頂泰豐的餃子 他必須要可以他一整天站一整天 然後他必須要都不會覺得累 這樣描述清楚 再來資訊如果公開透明 建立整個平台之後呢 最重要就是要追蹤修正 這樣子喔 讓大家可以很明確說 才可以把那個學習的內容可以更新 人家才知道說怎樣去學 那第四個的話是環境 環境的話是建立一個VD系統 要有一個切入的窗口 讓讓提供一個就是職場狀所需要的課程 就是讓人家跑可以進去取得 或者是可以知道從哪邊可以去學 然後最重要就是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學習的環境 這學習環境可能是可能要 因為職場其實很複雜的 那我們希望說透過職場的學習 讓行徑帶動學習 這才是他可以順利執藥的關鍵 那這個是目前正在規定的 規劃的在人才教育的那個白皮書 那裡面特別提到基礎教育 其實可以看得到他 我們台灣所目前在規劃的 跟那個VD系統已經有點像 第一個就是說 建立一個產官學的合作平台 那第二個就是就業導向的課程 然後第三個的話就是透過科技大學 來開設職場跟產學的學分 再來就是把高職跟二專 把那個機制不一樣 不再是以前那樣子 就是說高職念完之後馬上升學 那這個是2008年 就是說國內生態的 就是基礎教育的生態 事實上現在目前來看的話 目前這些問題都一直還存在 這也是我們研究的時候 比較會去關注的問題 就是說是不是十年之前啊 這樣子啊 十年之後還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會思考一些方向 那這個是美國勞工部所做的一個職能 那透過這個來看的話 這個是16個產業嘛 他把它分成好幾種職雅上 有可能從一開始進去到最後到管理 那我們舉了一個就是第三層 那可能不同產業它都需要問題解決 可是有些產業它會特別需要什麼客戶服務 那我們就是這樣子把它通過 這個是 這個就是一個政府 雇主還有需求者所統計出來的 那這樣子就很明確了 這樣我們也知道說 需要哪些開什麼課程 然後最後是結論的部分 那核心資料就是 我們為了滿足雇主 所期望行進能採用最基本的需求 那也是學校co-commerce 也是提供畢業生學生能力 讓它順利就業的關鍵 那第二個呢 就是為工作而學 它主要的重點就是 廣納職場的資訊 然後整合教育部主 還有學習的資源 那最後的建議呢 我們分成三個 第一個呢 把學校把它分成升學準備型 然後升學就業兼備型 還有一個就業群巷型 讓需求者可以具備入門專機 還有專業發展能力 那建議的第二個呢 就是因為 學習者、就業者、待業者 或者是失業者同時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要 透過政府的機制 把這個溝通平台把它建立起來 讓BET系統可以 組合不同階段的需求 最後一個就是職能的敘述 我們看到剛才那個ET 它分很多的資能 它可以對準不同的產業 那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就必須要 要一個稱職的 它職場的部主來敘述 那當然在聚焦這個 一組敘述的時候 那個主持人 就是也是要秉持著專業 把它形塑出來 然後最後呢 回到前面這個部分 這個剛好我在大安高官府 我有感受很深刻 因為剛好我們學校 大家都說我們需要深學的學校 事實上現在多元入學 事實上班上還有四十幾個同學 有些只有百分 只有十個同學是想深學 然後中間有些同學 他是不知道想就業還是 也不知道該想深學 所以他都去考試 事實上還有一塊同學 他是其實還不想深學 所以這個是 就是我們大概分了一下 大概分了一下 這只是一個建議而已 不是結論 然後最後就是 謝謝大家 謝謝李同學 那是最後的分行 學校分三行 不過根據李同學剛的報告 好像把學生分行 會比學校分行容易直行 沒有學校願意他分為 尤其現在高次說 他是只就業不升學的 看起來都是準參考 因為建議是把學校分行 可能要就學生分行 然後針對他們的需要 用不同方式來教他們 可能會比較可惜 不過 現在這個 在這種 性體的離家的人 離家最多 所以從李同學到李院長 剛剛 其實李院長 剛剛在李院長的報告裡面提到 大陸的課程有時候比較 說是剛性的 我可以預測 慢慢能夠剛性的 剛就會慢慢變的彈性了 因為剛才李同學講到 台灣的這些機制課程 會面向企業界 企業要什麼 我們就給什麼 所以 待會我再請我們那個 國際長好 我們這個 這個 什麼 我看你 廖 廖國際長 還有 我們那個翁 翁教授 他們倆 一個是朝陽科大 一個是龍馬科大 兩個都是國內非常好的科技大學 或許我待會其他 有些意見 只我把兩位 我們姓李的 理業長和李同學的意見 合在一起 可以發現到 這邊講到要面向企業 課程的規劃 會比較彈性一點 可是大陸現在用的 還是比較剛性 就是說 政府還會限定多少學分 一定要在它規定之內 我可以預測 慢慢要讓同學 接到企業界去就業的話 可能需要課程 要更多的彈性 不同的企業 我就給它使用課程 所以國內我們現在有一個 這邊的一個名稱叫做 契合式的課程 有點像量身打造 所以我可以遇見 拿入將來的課程 會慢慢慢慢的 那個剛性會比較軟一點 台灣已經是非常的彈性 有需要自己來決定 另外一個課程叫做 本位課程 就是學校 我這個系 我將來要培養什麼樣的人 系裡面自己來決定 要怎麼樣來拍課 大概是這個樣子 我講太多話 我是不是就請 先請我們國際長來幫我們 先comment一下好不好 這個很難過 超陽市文理是非常好的一個科技大學 我們的雕竿 對 動畫也一樣 好 謝謝李校長 各位專家 各位先進 高興參加這個 時段的分享 其實我想大部分的學校 都提出了他們所面對的一些問題 不管是台灣還是大陸的 感覺上這個情況 都相當的類似 大家所採取的一些 這個因應的措施 大概也是大同小異 只不過有的人 他會在某一個部分 多強化一些 有的人是在其他的部分 多用力一些 我在今天這幾個報告裡面 我特別感興趣的是 剛才第一個報告 這是我們彭研究員的報告 對 因為我覺得這個 實際上是非常實在的一個問題 現在大部分的這個 不要說這個國際會議 一般的這個論壇 一般的研討會上面 大概頂多就是兩種這個影音 大概是中文 英文 最多的這種使用的language 但常常就是 現場就是有日本的 有這個韓國的這些櫃面 甚至越南的 好像這些 常常都是很普遍 在出席這個我們的會議 但是我們都必須要透過英文 當作一個第三的一個中間的語言 然後他們私底下 再請他們自己的同時 再翻回他們原本的這個語言 所以我想說這個翻譯人才 的確是 我認為在國際化推動的過程裡面 我們台灣是非常欠缺的這一塊 特別是那個即時翻譯 即時口譯的這個 口譯的人才的培養 我覺得可以在我們這個 極專校園科技大學裡面 可以在應用外語系 並用意義系 來列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領域 來做人才的培養 相信這個應該在就業也好 對學校 對社會 對國家的這個發展 應該都是很正面的 很有幫助的 那第二個 我想剛才有提到一些 像這種校長也有提到 這種群招生 或者是學院招生這種概念 是越來越慢慢的受到這個重視 現在雖然我們還沒有看到 很多的學校敢採取這樣子的方式 但是在執行面上面 是慢慢的朝那個方向來做 雖然招生的時候還是戲招生 但是在選課 在這個專業領域的發展的時候 就慢慢的把它變成很寬 這個領域就變得很寬廣 然後呢要求他要外系選秀 至少20學範圍 多少學分以上 那畢業的時候呢 至少要具備來方面的這些 也許就是三張 這個普通領域的證照 那學生他這個自然而然 他就必須要多設立一些 多元的一些領域的知識 所以我想這個寬口徑 或者是複合型人才 通用型人才的這個配音 也是一個這個時代的趨勢 那各個學校也都朝這個部分來努力 所以我想現在在台灣 即時教育也算是一個 受到逐漸重視的一個區塊 所以我們也可以搭這個順風車 不管是政府的這個即時教育再造也好 還是整個這個產業發展的這個需求也好 然後把這個即時教育人才權益這一塊 跟企業做一個更緊密的結合 我想這個是大家目前都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我先做一個簡單這樣的一個分享 謝謝 謝謝 四分鐘 四分鐘要結束 再等大家一起 是 老師 李校長 各位 好多位李教授 李老師 可以整理一下 時間關係我就直接說 我在茶序前聽了兩場跟今天現在有關的 一個是德國的資歷架構 一個是韓國的那個中等職業教育 因為我覺得德國例子 韓國例子 再加上我們現在這個section的部分 我剛剛老師有提到就是兩個主軸 人才賠例跟課程 第一篇我們創新如何能夠縱向再上去 這是一個key 第二個如果說從德國的例子跟韓國的例子來看 我會看得出來我們台灣或者是兩岸 我覺得有一個共創雙贏的契機 第一個就是說如果由教育部統管的學校 整個扛起來它的設備或者師資 它會有一個瓶頸 它沒有辦法達到契合式 課程所需要的一個關鍵點 所以我從德國的例子來看 它的企業界介入很深 然後甚至工業 總商業扮演非常多 證照的一個認證的一個機制 如果存由教育單位來從認證 從課程上去認證來培養人力的話 企業界他不瞭你 甚至他覺得這不是他要的 所以我們是不是配合現在的高體中等教育法 還有我們的人才賠儀白皮書 雙款旗下我倒覺得像大安剛問您在哪一科認證 機械科我就非常剛剛聽到很震撼的一句話 大安高工最近的升學歷是96.8% 他是通通升四季二專的 他三點多趴 尼特族也不工作 他只補習 來 他就補習明年還要再重新再考的 所以大安高工我也是大安高工畢業生 我就思考到靠級中的教育法 已經照妖境 照著大安高工請你照照鏡子 請問你是第幾類型高中 我承心自問 大安高工第一個 他絕對不是全校單科型的 像韓國是全校單科 如果全校單科整個餐飲像開明 他是整個用企業界任養 BOT整個把它包掉的 交易部不必管投資 自負盈虧 所以我靠級中的教育法第四類型 單科型高中全校餐飲全校武道全校體育等等等 以後可能要放出去給企業界BOT 我才退得懂 大安高工是哪一種 他也絕對不是技術型 因為技術型有韓國人那個例子 韓國的職業高中或師傅高中 他就基本上是每一個學生 在入大安高工的9月第一天 就知道他是要到中華汽車 他是要到日立的冷氣 他是因為向往高工畢業後 要去Hitachi做冷氣維修或汽車等等等 因為他簡章是向往要去那邊 他才去讀大安高工 如果大安高工有一個科主任 那個班 冷凍科 汽車科 機械科 沒有辦法保證學生說畢業以後就業的話 這個科是要解散的 依據那個法的法院定義 所以大安高工明顯已經沒有辦法 有氣無力上不了成為那個技術型高中 不曉得李老師你的看法這是怎麼樣 他也不是第四種 也不是第三種 他可能是綜合型高中 也就是說他有部分是普通科 升台青椒 升治安組 社會組 因為綜合高中已經穩扎根了 那另外職業課的部分 他可以提供一些校外實習兩個禮拜 或者高三規定要去八個學分辦得到嗎 聽說現在辦不到 現在你用特色招生裡面找到資電的科技班 他是要跟台科大實驗室合作 請問那個是在產業界實習嗎 假的 所以我覺得大安高工很危險 他把一群學生騙進來 我這樣講是從學術上的探討 不是行政上的責難 他把學生用特色招生招來說你叫電資科技班 但是擺明你這個班是要屬於技術型高中 技術型高中你就必須高三有半年有八學分在產業界實習 大安高工辦不到 因為家長反對他的小孩子去工作 而且希望小孩子要去補習 要上台科大、女科大 他只是假象的去台科大用實驗的方式取得八學分 這是有違背人才培育的原則 這課程設計是有矛盾的 所以我覺得最後的答案 大家可能會變成第一類型 普通型高中附設技術類科的學校 因為高級中學教育學校也開放 建中北一里也可以開放外文 甚至開放電資甚至設計、體育 建中北一里組隊開始設這個技術職業類的一個學成出來 所以我就發現只要教育部所有管理學校 以後可能都叫做一二類型 普通型高中附設技術類科 或者是兩者兼而有失 特別是實力學校它有一些是企業界認養的科 有企業界認養你這個科才存在 沒有企業界認養的話這個簡章 沒有出現企業界名稱 可能這個科沒有辦法保證它一半人在就業 所以如果從人在培育書再加上高級中等教育法 我發現我們現在的高職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職業學校 它必須要回歸普通高中附設技術類科而已 了不起有一些私人的企業認養學校 一兩個餐點或汽車它叫做附設技術類科 所以如果沒有企業界介入的話 我們的技職教育 我們的這個將來的這個四季二專很難再存活下去 特別是超市場 對 時間關係我超過一分鐘 不好意思 因為我聆聽找剛才跟現在 我有這種感覺說我們的教育部 這官員長官為什麼不跨部會合作 然後從行政院的觀點 甚至從總統府的觀點 然後好好把大家的力量整合 可能要拜託國家教育研究院 給我們一些客觀的學術上的答案 因為教育 老委會是不會管教育部的使活 教育部也不管老委會那個一直在私業中 事求人 人求事是絕緣的 這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以上你進行我的博士班的老師 李校長給我們一些比較明智的一些結論 因為我是真的是有可能吧 特別我是大安高畢業生的 我希望能夠幫忙一下 好 謝謝 謝謝這巴根 ball ball的交通師 不知道在過後各位還沒其他的意見 李院長沒有其他的 是的 各位 謝謝王教授還有 Elseola記長 最後我們結束 因為我們今天來的李院長也在這兒 因為由最後我們的李同學提到 何辛池呢 其實我們兩岸未來 你提到剛才講到那個 就是國家之利任這個 那事實上在澳洲有新加坡、歐洲有他們的執行架構 執行架構的意思就是說,無論是看學歷也好、看職業徵兆也好 它是有可以對照的 那現在兩岸的人才事實上免不了未來已經在流通了 未來會大量的流通 所以大陸的徵兆、大陸的學歷和台灣的徵兆、台灣的學歷 但現在台灣還是很小氣 好說不承認大陸的學歷 但是我想那個是政治的元素,不是學術的元素 學術實上沒有任何責任 未來證照的流動、學歷的對照 所以兩岸要建立一個這種資歷架構 我想是必要做到的,未來一定要做到 就根據職業的內容 所以今天也提到這個 他們叫做National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就是NQF這樣子 或者說台灣的國家資歷架構 大陸是國家,但我想這個國家 我們就不去炒政治的東西 我們先講兩岸的這個資歷架構 我想免不了要面對這個問題 如果是透過這個人去建立起來的話 兩岸的人才的交流 學歷的互相財任 還有兩岸的技能證照互相財 因為大陸有律師、會計師這種證照 台灣的證照 只要資歷是相同 我們兩岸就互通的 我想這是免不了的 我們今天談教育,舊教育,談教育 不要去談政治 也不要什麼國家怎麼樣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這個務實來講 這非走道不可 所以將來的這個 Qualification Framework 就是所謂的資歷架構 我想很快的 我個人是想說能夠早點 把兩岸再建立起來 對兩岸是絕對有利的 今天 是,你可以說幾句話嗎? 對,因為我覺得今天 才能夠讓兩岸的這種政治教育 讓它真的有多功能 不然就各說話 你意思 來,來,來,來 好,謝謝 對,關於這個 就證照的問題 其實現在 台灣對大陸開始 就是本科生開始的話 其他的包括一些 還有一些裝生本 各種形式的一些 就是我們的同學有過來的 這就有一個什麼樣的問題呢? 大陸很多證照是要有資格上港證的 所以呢 他們可能 就面臨了一個 因為像這部分同學 是不允許在台灣就業的 他必須回大陸 在這個過程當中 就必須利用假期 對,對 這個假期的話 就是他們利用假期 或者其他的時間 必須要考大陸的一些上港證 否則他就不能夠就業 尤其是像經濟管理類的 會計有會計上港證 金融有證券從業資格證 所以這些證書的話 他不拿到是 去任何單位 可能都不會接收的 會有這個 如果高層沒有考慮到這個問題 確實以後 有很多問題是 所以這兩天 兩岸的經貿論壇 對,對 在南寧嘛 對,是 反而我也是被邀了去 但我都覺得是不要 但是不管怎麼樣 經貿論壇 正好這個 這個標準 將來我們都早點來談 把兩岸的資歷證照 能夠做得更好 整個對接 考了台灣的 大陸可以成 考了大陸的 台灣可以成 這人才的交流 絕對有利益 回歸到經濟的發展 台灣還需要靠大陸這個市場 謝謝 謝謝 對不對 而且他們是年輕人 這個年紀比同學 所以就業機會多 半年前我到福建 福州工程學院裡面有兩位 有三位 台科大畢業的 台科大畢業的 台科清華畢業的 三個人到福建工程學院當老師 是專職老師 把家人帶 小孩太太小孩帶去 全民就業在福州 只有就業 所以我想 這個 我剛講的這個 資歷架構能夠建立起來 應該是 對兩岸的 年輕人都有利 經濟發展都有利 最好 聽話 完全不斷 希望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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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路